看我到底要買什麼沒有用的東西 呵呵呵 沒有用的 你就這樣子看到它 天美溝通地火 各位觀眾 我今天要來買我人生中買過的最貴的東西 除了房子以外 那我們現在在百貨公司的門口 感覺就很可怕 要不要猜猜看我要買什麼 我覺得觀眾絕對猜不到 而且這個東西要刷卡刷下去25萬 那為什麼會想要買這個呢 是因為我們只是在吃頂太豐吃到一半的時候逛到 然後我已經來看第三次了 這次是第三次 我們要準備要下飆了 我真的覺得我瘋了 來走 我們現在一樓呢 全部都是百貨公司啊香水的莊櫃 如果說你們以為我要買保養品 就大錯上去 好 你現在應該要給觀眾下一個提示了 好 我們要去八樓 我們要去八樓是不是 然後我們看看八樓有什麼東西 所以呢 不是珠寶 也不是明海寶 然後呢 我覺得 我剛剛有問我一個朋友讓他拆 然後他 我覺得他拆得蠻好的 他拆按摩椅 蛮不錯的齁 對不對 這個價位的確有重 對可以買到很高級的啊 對 你看我到底要買什麼沒有用的東西 沒有用的 登登登登 嚇不到吧 就是這裡 這個櫃主要是賣捷克的水晶 還有那個Maisen 德國Maisen的瓷器 就是一些瓷杯啊 什麼東西 我什麼都還沒買 就拿到了一個聖誕禮物 不愧是精品瓷子 看一下是什麼 那個是那個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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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精品專櫃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您上次看的那個 哦 就是白玫瑰 哦 剛好我有找到一些資料 好 就給你們看看 因為想說 如果兩幅一起帶的話 有些客人會像這樣 我只要一個 嗯 一個的話可以像這樣 對 就是這個 這個是 也是Michael的 嗯 嗯 哦 那所以他的框很大耶 就是可以看說你要小一點啊 或大一點 我想要小一點 嗯 Michael的作品 他是唯一就是 上面是有這種 木刻銅板畫 木刻銅板 對 所謂的這種比較細節 就是一 你看他那個一絲一絲的 他是可以用放大鏡去造他的 嗯 然後會幫你們就是 倒數服務 對 所以他的清潔上 清潔的話很簡單 很容易 就用手套 對 相對 這樣擦一擦 對 就這樣擦一擦就好了 因為他這個上面都是 寶石 然後就是 真的是我們女人最愛的寶石 對 寶石 綠寶石 哪裡 就之前給你看的 上面你看到的顏色全部都是寶石 然後磨成粉以後變成釉料 對 然後加了鬆結油 然後畫上去 然後一射一燒 哦 我以為是釉 沒想到是寶石 對 它是寶石 天然的寶石 所以Maisen他們每年國家 德國都會編列一筆預算 跟全世界就是購買這些寶石 然後回去再自己製作 對 所以變成這些釉料 變成這些釉料 然後這邊都純金了 對 去keep住他們三百年的歷史 對 訂金的話 剛才是說是多少 我幫您算一下 好 好 這個要買還不一定買得到 因為現場 這服是別人的 然後我們要的話 還要寄信到德國去問那個大師 能不能幫我們畫 因為大師今年要回休 今年退休 這個是唯一 他跟他太太連妹的大師小壁畫 然後是最新的 因為他們就是夫妻 然後他們兩個超級恩愛 你會感受到充滿了愛 有有有有 我覺得我在這服畫裡面 我覺得說這服畫裡面有愛的感覺 真的 我們現在要買的是 邀請一位65歲的阿公幫我們畫 阿公幫我們畫 阿公幫我們畫 因為我包一個好像也不是叫叔叔 所以 所以也是他的封刀之作 做一個那個 巨寶盆 很大一個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所有買畫的人的家裡面最 坪數最少 沒有阿 瓷器阿 有一個古代有一個說法就是 瓷器是跟著富貴人家走 所以你們會越來越旺 真的真的考慮了好久喔 我來真的是第三次然後三個禮拜 他三成的話是五萬四千兩百塊 我什麼時候會知道能不能用 因為我其實我一開始不是看上這個詞畫 我一開始是被門口的那一個吸引 然後站在那邊走進來 所以我想要知道那個 是誰 對 就是這一位大師 因為他說我看上的都是現任大師的作品 眼光很好 我跟你們說我真的 我真的一開始我只是來這邊吃頂太風 我這邊逛一逛而已 因為毛巾3C的在這邊 然後我就經過這邊就有個電腐梯嘛 然後我只要下去 我就從那邊這樣子 這樣子走過來走過來 然後我就走電腐梯下去 我就這樣子看到他 天美溝通闢火 我就站在前面 我在前面整整站了三分鐘 然後不離開 然後呢站到裡面的店員都很不好意思 覺得好說要不要來跟我講話 哈哈哈哈 了解我的人 知道說其實 我並不是一個平常會去逛美術館啊看藝術的人 我就是一個很庸俗的人 哈哈哈哈 實際 又實用派這樣 對我是實用派 就是 我自己用的東西我會買好一點 但是我平常根本不買裝飾 我也不買娃娃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呼氣勇氣 我就問說 這幅畫有開賣嗎 喔有 然後我就 我就再次拿起斬子 我就問說 啊這一幅畫多少錢 對 然後說五十萬 超嚇人的 他說我整個嚇傻 看來想趕快把艾琳帶走 那你可能通常聽這時候呢 這時候聽到就應該走了對不對 就應該去走電伏梯了 那這時候我就走進來了 哈哈哈哈 怎麼有這種人 所以通常的時間的話 都大概八個月 八個月 八個月 是印的 對 因為大師他們就是只能慢慢畫 慢慢畫 對對對 這是我們的麥可大師的作品冊 對 好再看一下我們買的是 就這一幅 我們現在在鼎太風 可是它快關了 我們想要來吃鼎太風 對啊 它那一幅的話其實是25萬 然後我們要花三千塊 入匯的話就可以打七折 可以拿到那個小杯子入匯裡 所以我原本以為是我現場就可以拿到那個小杯子 那個入匯 結果也要等半年 要等半年 對 那整個原因他剛才跟我們說是因為 他們連這種小的東西都是 確認有訂了之後 他們才會開始去製作 然後只要是燒池 那個工序都特別麻煩 對 所以呢 我人生中買過最貴的東西 他們回去 請那個大師做話到送過來 可能要等八個月 對 真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超期待它 我剛才走 我刷卡殺戒的陣間 我走在路上 我都覺得我好像在肥 我現在每天就想說 那個德國有一個大師在幫我們畫 對 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但是我的人真的會知道 我絕對不是一個很奢侈 或者是會常常買大手筆的東西 你看我身上的 我身上真的是人家送的包包還是什麼 但是我甚至連名牌都沒有幫我自己買過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有些東西 就算 它怎麼形容的 就是可能有點顛覆價值觀 但是 有些東西就是可能會有 所以它其實跟你有緣 對 我覺得是跟你有緣 而且你們知道嗎 那一個 那一個很像龍的 那個是 鳳凰的黃 嗯 然後我們上個禮拜啊 我們在回去的路上 毛巾 也不是說 你就看到了 我回家路上 我看到兩隻鳳凰 對 對 它看到兩次黃這個 對 一個是鳳凰電波 一個是皇上你好這個飲料店 對 它不出現那個黃 因為它畫的不是鳳 它畫的是黃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天啊 這就是一個暗示 就是說 把我帶回家吧 這樣子 哈哈 因為我蠻意外的一點是 因為其實你蠻空的 所以 我一開始就意外 就是它跟我說50萬的時候 你這樣讓我走進去 欸不是 它說50萬的時候 我心裡就 打定如意說 你不可能 對 這個價格 就是再怎麼樣 我們現在 畢竟我們剛付完頭期館 有裝潢費 我們再怎麼樣也不太可 我們行囊空空 對 然後甚至說 這次的25萬這碗畫 我本來也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是因為它說 畫 就是不只打七折 而且是要等半年之後 再付 就是再付完圈額就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 補了三成的定義 對 所以我們拿到畫的時候 再把 再把剩下的 對 所以對我來說 我 我便不是說現在就買了 一個很貴的東西 而是我分幾次去買 而且我最後拿到的時候 那個感覺又不一樣了 其實我有跟我一些身邊 比較要好的朋友 聊到這件事 我說這個以後會增值啊 什麼的 可是其實說實在話 我現在都沒有想到這些 我就是單純 喜歡 我要把它放在家裡 我要讓它放在那裡 我已經找好一個位置 給它放了 今天這一集 其實我們一開始 沒有打算要錄的 只是覺得說 好像滿值得紀念一下 對啊 第一次買藝術品的經驗 對 真的是第一次買藝術品的經驗 而且 他們店員什麼 也都覺得非常驚訝 我們算是他們裡面 看畫的裡面 就是年紀最輕的嗎 對啊 他們也有提到說 他們也不是說 隨便的人買他們都覺得開心 是真的 願意欣賞的人 他們就覺得特別開心 然後這時候 觀眾就會跟你說 你被畫素操入 哈哈哈哈 是你很好 是你喜歡 是我喜歡 我越看越喜歡 越看越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那一幅畫 就是會有那種 就放在家裡 會讓我們感情很好的感覺 對啊 它能量真的還不錯 而且我們還有拿放大信 去看它一筆一筆 去畫出來的那個筆觸 我們現在都只是在說服我們 為什麼畫這個18碗而已 都只是在做自我說服 你們沒有被說服也沒有關係 不用 不用像我們做這種 對 我們都做了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記錄一下 而且他剛又講了一句話 他說人家說瓷器是富貴人家在畫棒 然後我就覺得說我們好像反過來 還沒有成為富貴人家 先放富貴人家 真的 傻眼 好啦 那今天這一集很開心 可以跟你們分享我 覺得我 至少是我覺得我自己 這值不值得是見仁見識 但是是我覺得我自己 非常開心的決定 然後也是現在已經年底了嘛 今天12月11號左右 會覺得說 年底之前給自己的禮物 聖誕節禮物這樣 聖誕節禮物當天 沒關係 我們要更拚命把它賺回來 我還想到一點 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買車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還好 對耶 因為我們沒有買車 我們也不打算買車 對啊 這樣想起來好像還OK 買車的頭期款 又在說服自己 好啦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裡 很開心 那今天這一集也沒有任何廣告的意思 因為沒有必要去廣告一個這麼貴的東西 但是它其實在信義園白 然後我覺得這一間百貨公司其實蠻好逛的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地方都蠻值得一逛的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這邊逛逛看 我們就很快下一集見啦 掰掰 掰掰 我覺得妳要跟各位觀眾解釋一下 妳現在在做些什麼 怎麼可以買完東西都來吃大餐 這是什麼 烤肉 海溫烤肉 這樣會嗎 太奢侈了 沒有啊 因為我買完實在太開心了 心情太好 覺得好像應該要吃點宵夜 好 那我們就繼續吃吧 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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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